先把那個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硬碟上面 那也是這些資料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資料庫建立起來 那這地方的話請各位建立一個新的資料 這個資料庫也是用那個SECOL SERVER 然後名稱的話呢我們給他叫做 叫class 點mdf把它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的話要請各位先把這個相關的那個欄位名稱 把它制定起來 裡面的包含就是說呢這邊可以各位可以看到的包含就是他編號 ID然後他的姓名 Email信箱 性別跟他的 出生年月日電話地址 那把這些制定之後的話呢 也把這個文字檔做個轉換 轉換部分應該這個比較單純一些這邊沒有像剛剛那個部分 還有什麼enter換行的問題 那請各位呢把這個地方制定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上去之後呢再重新定義一下 然後姓名的部分 然後Email信箱 再來性別 性別用這個預設就好 這個date time 那這部分的話 給他date time 電話的部分的話 給他 Ratch R50 住址的話 給他長一點好了 如果怕住址太長 看乾脆把他改255 會比較保險一些些 那這個地方一般這個不允許怒 把他加一個 主索引 按一個save 之後就好了 那這名稱的話 我們一樣叫class OK 好那把他加上去 算是